接下來做一些要計算的題目 質量360克 20度C的水絕熱 40公克 0度C的冰混合之後不愛變 問題有多少 混合 一個是混合 就是一杯熱等下一杯冷水 放熱等於C加上散熱 然後要注意怎麼算熱 H等於M SΔT加上M乘以Q 然後注意 它總共有分幾段 好 其放熱等於C加上散熱 怎麼算熱 H等M乘以Q 然後末溫是T 然後注意 講過要知道它有幾段 它有分了幾段 這個是有一個0度C的冰 要變成T度C的水 所以有兩段 0度C的冰先化成0度C的水 再從0度C的水變成T度C的水 所以有兩段 所以算了說要兩段 左邊是放熱 20度C的放熱 M SΔT 右邊是C的兩段 第一段是從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水 公式叫M乘以Q 40乘以80 後面是從0度C的水變T度C的水 公式是M SΔT 這樣列式 列式完畢 禮化結束 後面就要觸選 認真算 努力算 慢慢算 答案就出來有10度 還要出來10度 這樣 好 瞭解我們前面教過的計算的想法跟公式 再來提示過你 要教他通過分的幾段 下一 跟剛才差不多 你這個冰快變成-10度C的冰 所以他的會有幾段 還有幾段 他要從-1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冰 就說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水 再從0度C的水變成我們T度C的水 T度C的水 要分幾段 所以他答案多少 跟剛才一樣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誰放熱 誰放熱 那個82度C的熱水放熱 2ms加T 誰吸熱 冰塊吸熱 還有分幾段 每一段 怎麼算 如果有溫度變化的 要帶2ms加T 算冰塊的時候 要帶冰塊的質量 冰塊的比熱 冰塊的溫度變化 然後再從- 還要從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水 怎麼算 再來從0度C的水變成T度C的水 這時候是水 所以要帶水的質量 水的比熱 水的溫度變化 然後往裡面帶 然後就出來了 所以他的 最後的溫度是多少 最後溫度多少 好 他應該是多大的 就是這樣 想法 跟剛才是完全一樣 但是剛才呢 冰塊分了兩段 那現在冰塊有幾段 然後呢 怎麼樣去做他 我們做他 OK 為什麼沒有女生 為什麼沒有女生 你願意 15 15 你說 一樣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做法 H的M SΔT加N乘以Q 這裡的冰塊 C有分三段 -1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冰 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水 0度C的水 變成T度C的水 所以做公式 放熱 82的放熱 到T度C 2M SΔT 然後再來是 要從-10度C的冰 變0度C的冰 2M SΔT 注意那個S 要帶的是冰的比熱 你要算冰塊 然後再來是一個融化 M乘以Q 40克乘80 M乘以Q 然後再來變成水 2M SΔT 從0度C變成T度C 那這時候要帶水的質量 跟水的比熱 冰化成水 水成冰 質量不會變 所以都是40 然後呢 米華第1次就結束了 後面就是酸數學 一步步的做 好好做 答案就會對 所以答案就是實物 15度 答案就15度 剛剛是 答案就15度 好 下一題 銅製的容器 我們通常在烤銅製的容器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裝的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這樣這樣 來 我們通常在考試的時候 那個容器都是沒有氣放熱的 都假設那個容器 但這裡不行 這裡有告訴你銅製的容器的質量 還有告訴你銅的比熱 所以就表示這個容器會怎樣 吸放熱 懂嗎 所以容器也會吸放熱 所以現在20度C的水 就表示容器也是20度C 然後到時候要升溫 是大家一起升溫 大家用力上來 所以你在算的時候 你在算的時候要注意 那個容器要算進去 容器 因為有銅製容器的質量 也有銅的比熱 所以銅製容器的吸熱也要算 所以那個825度C的銅塊下去它會放熱 然後有誰在吸熱 有水在吸熱 還有銅製容器在吸熱 然後指的吸熱 它問你說有幾公克會變成水蒸氣 就表示有的水會變成水蒸氣 那就還會有個氣化熱的問題 就還會有個氣化熱的問題 所以 它應該是多少 所以它應該是多少 所以它應該是多少 還多少 銅製容器 然後它的 最後多少功克會變過去 許惠誠 要給你實現嗎 10秒鐘 9 8 趕快站起來 7 6 5 5 4 3 2 7 1 你有答案嗎 放棄 1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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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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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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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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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水從20度升到100度的吸熱 XX500次就是那個不知道有幾公克的水 變成水蒸氣它的吸熱 後面那個100X0.9 那個就是X100整個20 那個就是同質容器的吸熱 同質容器的吸熱 這就是換熱位等於吸熱 那沒有散熱嘛 這樣做 好 然後就算 慢慢刷 等於消就消 能砍就砍 所以39公克 所以答案39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39公克 這個就是要做的計算體 注意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怎麼算熱 H等於M S加大T加M乘以Q 注意 過程中它總共分了幾段 總共它分了幾段 這次你要小解 然後就分段一段一段把它轉出來 加起來就可以了 這就是我們的 練習21跟練習22